本詞曲 李宗盛 在天亮之前我閉上霜眼 用呼吸感覺這世界 融化在手中落雪的冷暖 在乎与人世情的悲欢 迂回在相恶边缘也得长短 拒绝于你心中的明暗 黑白的背面 爱恨该怎么变变 渴望向你勇敢的狂奔 请原谅我到不了永恒 闪烁着微弱的希望依然残存 赌上那一瞬间的可能 生活死从来就不陌生 最后就让我沸腾的血液 埋葬一切寒冷 再来 这 他们就看见了 阿成功 过来 你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去问清楚啊 师傅 你这个信息什么时候发的 是今天早晨 你 你 说实话 要不说实话 老子砍了你的头 你砍了我的头 也是今天早上发的呀 是不是兄弟们 是 是 他们在撒谎 肯定在撒谎 你 你要说实话 我跟你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可够你们在这儿挖几年没了 老总 我那时候想挣你这一千块 可我要是真说了 你能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吗 当然相信了 马成功 你很愚蠢 只有所有人都承认了 那这件事情才是真的 太阳说的太对了 那 我给美人 一 混蛋 马成功 你准备简直想投驴 我所有人都为了一千块钱撒谎 你也相信吧 小天俊 看来这回我们又白跑一趟了 没什么事儿 我就先告辞了 我们走吧 你你 举人已经看见了 我怕得人已经看见了 不是 你们俩就整些没准的事儿 让我跟你们吃锅了 以后做事严谨点 别在那儿瞎胡闹 我 叫你不看我 你不是说这情报可靠吗 我这敢撒谎吗 我派出的两个人 他们半夜才回来 他们亲眼看见他 这矿工都上康睡觉了 邪还没发呢 那你说今天怎么回事儿 很明显 他们得到了消息 昨天晚上后半夜 或者今天一大早 补发的邪 那他们哪来的消息 是不是你派去的人走路消息了 那不可能 那我看就是你有问题 哎 队长 不了了之 这才有问题呢 对呀 咱们就不追究了呢 猜不透啊 要怎么都管这日本人 叫日本鬼子呢 他们就是鬼 这个主意啊太多了 我说大耳朵 你能不能别转悠了 我头都疼 坐下行不行 这里面事儿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邪的问题呗 邪能有什么问题啊 哎 队长 我想说的是 这批鞋如果劳工不穿上 咱们都脱不了干鞋了 您说 马成功想找咱们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他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敢去尽头日本人 就一晚上的功夫 肯定是他们情报出了问题 但这些 都不是关键所在啊 那你说 关键在哪儿 邪老板不见了呗 这里面的事儿啊 说呀 有逼快放 有问题呗 子华 你觉得呢 现在能把事情说清楚的 就只有邪老板 可邪老板就神秘地失踪了 最蹊跷的是 这批鞋 竟然矿工都穿在脚上 那代表邪老板跟康脸是没关系的 那他为什么要藏起来 是啊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呢 还是别人给他藏起来的呢 干嘛 爷爽 这是这个大饼可是全东北最好吃的 你们东北的大饼你都吃过了 那是 非常好吃 来两个热的 好嘞 来 给你吃 谢了 原汁原味 好久没吃了 怎么样 组长 真不错 还行吧 组长 我挺佩服你 你要佩服啊 就应该佩服我们科长 我才不佩服他呢 像他那种活法太累了 我这个人吧 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一般人我还瞧不上呢 组长 我觉得啊 你这人非常好 你为人正 心地善 从来不欺负人 就凭这一点 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组长 陈龙海 你亲姐夫 派我暗中盯着你 发现你有什么可疑情况 药香的汇报 这就是你亲姐夫干的 就这人我能佩服他 这不很正常吗 干咱们这行的 谁也不能相信 组长 连我你都不信啊 我是让你别再相信我啊 不是 你我绝对相信啊 别说你没事 就算你有事的话 我绝不会像陈龙海 说半个字的 你说得我好像真有什么事 不是 你没事 我倒是有个小事 说吧 你看 邵老板这一走啊 是不是就说明 他跟康林有联系啊 现在这事还没办法确定 不确定啊 那老实际爷俩 会不会跟这事也有联系啊 哎 看两顾 你这是不是高粱米吃多了 满脑子高粱花子 不是 你查下去 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查到实际爷俩 再查下去不就是你吗 别别别别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你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这好心帮他们 不过话说回来 坏事也许是好事 你说 这邵老板这一走啊 什么责任都背走了 背得干干净净的 是吧 我跟你说啊 马成功他们彻底傻眼了 你觉得吗 你真觉得邵老板他走了 啊 我觉得这次才凶多吉少 是吗 走 上车吧 啊 大饼 老板 都来两个热啊 好好好 大饼 这一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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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饼 肉糊糊的大饼 在这儿 你总之为了 这人 你总之为了 这人 到这我们 这人 و 是 好 桃儿 这邵老板不在家 我们怎么办 这回完了 那咱这一年 岂不白马虎了 这年怎么过呀 好了好了 别扔了 去矿厂看看 我就不信咱能把矿给扔了 是 你们说这老板跑了 我们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那咱们就守着这个矿 是啊 白干了 我就不信那姓哨的 工人兄弟们 你们的老板已经跑掉了 你们失业了 但是 我们日本人要雇佣你们 去为我们修罚电站 我们的工作很轻松 工资也比这里高上几倍 而且 我们吃的是米饭 大馒头 白菜炖猪肉 你们愿意吗 愿意 表姐 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从来不是谎话的 当然了 你们不相信 飞到工资的地方 如果你们觉得 我们骗了你们 你们可以不干 归下的路费 我们会发给你们 这样可以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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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们不是什么人都用的 年龄大的 身体不健康的 有病的 我们统统不要 今天 你们先回住地休息 明天我会派人 来入地接你们检查身体 只要身体健康 统统都要 是 来 我知道了 进来 小天君 有事吗 真是口气 不太欢迎我 有事说是 我很忙 心情不好 遇到难事了吧 跟我说说 我帮你出这主意 我这边的事 用不着你操心 你没有这个能耐 你管不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是召集老公的事吧 你 是 你的消息还很灵啊 是 我们这个工程 一直需要大量的劳工 可是眼下周围的 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上面又找我要三百 这事你不用急 我就是来给你送劳工的 你哪来的劳工啊 靠山珍 坐 坐 坐 请身课长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请讲 敌 为什么不继续追查鞋的事情 少老闆已经跑了 这匹鞋显然是有问题的 夏天君说一位 这匹鞋肯定是有问题 但又为什么不追查下去 夏天君你想 就算我们抓到了少老闆 查出这匹鞋跟抗连有关系 那又能怎样呢 而少老闆跑了 恰恰的能扭力 好 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上面给了我这样的任务 夏天君 这个问题就不要问了 关东九八九计划 你一定很清楚 难道我很不清楚吗 不要以为我跟只是没关系 张峰让我来协助了 少老闆这一跑 他框上的框框就没人管了 正好为我们所拥 可是人数还是远远不够啊 上面找我要三百人 现在只有一百人 所以我要带邓子华回靠深圳 看把劲啊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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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下车 好 好好好 让让让让 冷的你多吃点啊 多吃点 哥几个啊 日本人真不来啊 马上给咱们赶上伙食了 这以后是不是 天天吃大馒头 猪肉的酸菜啊 不是说了嘛 以后天天都是这伙食了 老默默 我怎么觉得日本人的话 有点不太靠谱啊 有什么不靠谱 他们骗咱干嘛 那个当官的说了 这要是到地方 他的活儿 要是骗子嘛 咱可以不干 还发路费呢 我说不对吧 这要是修电站 叫咱们去哪儿修电站啊 你管他去哪儿修电站 你真是 只要工资高 吃得好 去哪儿不一样啊 又不让咱们下地狱 是 哥们 别高兴太早了 你看那日本人 都站上岗了 要到这么好的地方 在这儿啊 还能怕咱俩给跑了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警官请坐吧 是 唐警官知不知道找你来干什么 不知道 让小田队长告诉你吧 邓警官 听说你的老家就在这个镇上 是 我在这个镇上出生的 我接到上面的通知 需要我找一批劳工去修水利发电站 你也看到了 昨天有一百多个工人愿意应召 但是现在还差一百多人 你呢 对当地的地形和情况比较了解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多找一些工人 可以吗 我愿意向老 坐下吧 年龄最好在三十岁以内 家里没有老婆孩子的就更好了 父亲农村的也可以 人招募得越多越好 如果招募不上来 就挨家埃虎去派名额 有劳力的出劳力 没劳力的出钱 总之我们需要三百个名额 是 具体怎么做 你自己去看吧 你可以让当地的警察所协助你 是 我一定会让客长 还有队长满意的 去忙吧 景山客长 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 我知道小田队长一直怀疑这个人 你怎么知道 很多事情 没有你 就是一种感觉 我感觉你一直怀疑他 我是怕他把凡满抗日分子招募进来 这个没关系 到了齐齐哈尔空地 那里就是个集中营 没人逃得出去 如果看二分子混进去 那更好 他们等于自投罗网 等过这件事 我们也可以证实 邓子华是不是忠心效应于我们 怎么说你也不相信他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 是 邯三陈罗海 又紧急安排我跟张良库他们去靠山镇 派你去靠山镇干什么 我在想 他们在打那批劳工的主意 邯三出了事情吗 现在邵老板失踪了 皇宫们的工资都没人付 日本人正在游说他们去修水电站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因为他们已经派了日本兵守住了矿洞 不让任何人随意进出 会不会是 我认为 他们扣下这批劳工 是跟589计划有关 如果日本人招募了这批劳工 真的是为了日本关东军 589计划和我们共产 那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同志安排进去 混到劳工当中 以前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 安排人进去很容易 但是能进得了东宁的集中营吗 按照常理来说 当地招募的劳工 一般都不会究竟地留在当地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周密 他们怕劳工住的劲容易逃跑 所以这次扣下来的劳工 一定会用火车或者是军车 送到别人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到时候联系不上啊 那就想办法让他们送不成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知道 运送劳工的路线 我们就能够切断路线 让他们出不了外地 而日本人又不可能 一直把劳工扣在手上 就只能究竟转到东宁 那能搞到运送劳工的路线吗 应该没问题 而且我们不能只扎单一的路线 要尽量制造出大量的乱象 来迷惑他们 怎么制造 我听说 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 东条营机 很快就到三江市来 我们可以放出风声 把炸弩的目的 当成是为了要暗杀东条营机 让日本人的关注点 离开集中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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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东条英姬 老师 你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的失职 不愿意向老师请罪 必须仔细排查 另外你要加派人手 延长公路和铁路 特别是机场 一定要确保安全 如果先前我没有改变行程 我可能已经被炸死 在你景深伊朗的管区了 对不起老师 让您失望了 今日我就要抵达三江市 在这之前 不要再让我听到坏消息了 你看看这个方子 会不会太猛了 要量是有点大 不过王大夫一向是这么开的 没什么问题 我开心 你说行 我就配药了 这么信任我 你们总在一起研究工作是不是 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来很奇怪是不是 没什么事情 我是不会来你们这儿的 新大夫 你跟警深科长很熟吗 哦 不能算熟 但是认识 几年前我给他做过手术 可我觉得 你们俩很熟悉 这个陈科长为什么 突然跟我提起警深科长呢 哦 是这样 我刚从靠山镇来 警深科长他们留在靠山镇了 他让我给你捎个口信 是 让你带几个人 带着检查身体的器具 马上去靠山镇 去干什么 这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 我得跟我们医院的领导打招呼 我已经跟你们院长打过招呼了 一会儿 我派车送你们去 好 那我去安排一下人 哎 你等等 警深科长 让我告诉你啊 带几个可靠的人去 嗯 雨晨很可靠啊 你带她一块去吧 不 雨晨是女人 太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可以给你去 是啊 有什么不方便的 也不是到前线打仗 有什么不方便的 行 那我就带着雨晨一起过去 哦 雨晨 你帮我给邓梓华捎封信 嗯 你不是跟她刚分手吗 干嘛还要写信等给她 这是我给她派的新任务 好了 你们忙吧 我走了 我走了 警生一郎 直接点名让你去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反正到那儿就知道了 好 好 你说这些特务 就这点计量 好好地见面不说 非要写封信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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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停下车 对 杰姐 你找我 陈龙海 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你说好 我们可以走了 自看 我来回来 你可好了 来一点 你还吃多了 看 走 怎么样 我检查过了 没有财富 总啊 我让你表姐跟着新百良 去靠山镇 男女之间在异地 最容易放心大胆 你一定给我盯解啊 走啊 看看他们呀 到底有没有男女之间的私情 如果有 你千万不能扔我 要如实向我汇报 明白了吗 好 我明白了 charisma weil 跟着 我 我 iba 现在 你先赶好 来 吧 我 都新闻 Grady 是他们家太太的房子 我问过了 这间房子啊 是他们家少家二姨太的房间 怪不得呢 你看这被子都是断面的 这个房间啊 里里外外 我打扫了三遍了 我知道你爱干净 你看住 给你准备了新的洗漱用具 你的心好细啊 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 对了 我们再之要待多久呢 反正我倒是希望 时间越久越好 现在我们虽然离陈龙海很远 但他还是拍了个影子 跟在我们身边 你是说邓子华 对 陈龙海让我带给邓子华的信 不看我都能猜得到 他是想让邓子华呀 见识我 你说这个邓子华 怎么就对陈龙海 那么死心塌地呢 请进 新大夫您好 景深先生您好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 是我们医院的外科护士长 朱玉辰 朱女士 朱女士您好 您好 新大夫 我给您安排的这个住宿条件 还不错吧 哦 非常好 谢谢景深科长对我们的关心 嗯 你们先休息一下 趙势坚 我宴请你们 好 谢谢 嗯 你跟他很熟 他是谁呀 哦 刚才那人就是三江市日本特高科科长 景深一郎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你还记得有一次吗 日本人请我过去给他们做手术 就是给他做 我也切除了三分之一 那你赶快去收拾你的东西 我收拾好了 嗯 我帮你吧 嗯 招工了啊 日本皇军招劳工 快要看一看啊 你说这日本人 要不招工工工工工工 怎么怪得下来啊 可咋整啊 北军人招劳工 可不是一天老大 以前招的劳工 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谁能活呢 不要再找啊 可以 不是 這次不是說那待遇好嗎 要好的話能沒人來嗎 不可能啊 也是好 不看呢 軟的不行就來硬來 真的假的 那怎麼辦 怎麼樣 就有一個叫王晶碑的來報個兵 等他羅給我 你們再喊一喊都喊一喊 買點力氣啊 來 下一個 下一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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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大家聽好 跟B上車 選你跟我到山下面做檢查 你 出來 出來 你 你們幾個 出來 你 我不去 出來 走 走 不就下山做檢查嗎 怎麼這麼寫人啊 這情況不好啊 你 出來 幹什麼事 要調你 你 你 走出來 我現在不能走了 我剛剛在路上 你 跑了 就是 走 走 走 你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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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按照中國人的習慣 我們先碰一杯 好 東北人真是好爽啊 對不起 我的身體不適應喝酒 新太夫知道 是 是這樣的 這位朱女士怎麼也不喝呀 對不起 我不會喝酒 是嗎 我可聽說中國東北的女人 酒量都很大的 別人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不會喝酒 啊 啊 警察先生 啊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朱女士的丈夫呢 就是警察局 特務科的科長 陳隆海 哦 我想起來了 陳科長跟我說過 她夫人在醫院工作 沒想到就是朱女士啊 哎呀真是幸悔幸悔 來 咱們兩個不喝酒的 一茶代酒 碰一下 對不起 不喝喝酒就別喝了 不是啊 雨晨 有沒有讓你喝酒 喝杯茶嗎 碰一下也無妨 茶是茶酒是酒 是無法代替的 哦 沒關係 其實 我就是想表達一下 對朱女士的尊敬 那就謝謝你了 一直也聽說 日本人是很有禮貌的 日本文化有一大部分 來自於中國 中國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要向你們好好學習 我們是你們的老師 你們向我們學習 都要跑到老師的家裡來學嗎 你們真夠謙虛的 朱女士的表揚很有意思 看來 我們需要有時間溝通一下 消除隔閡之後 相信我們一定能成為好朋友的 哦 是的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朋友 請神先生 我們到這裡來呢 其實一直不是很清楚 具體要做什麼事情 哦 很簡單 我們招了一批勞工 雇他們去修發電站 請你們來 是給他們檢查身體的 呃有病的 還有身體太弱的 我們就不招了 因為 那個工作的強度很大 老弱病殘 不適合幹這份工作 我們要講人道嗎 你們不一直宣揚的是 王道樂土嗎 對的 王道樂土也是中國的文化 呃我相信 在日本天皇的統治下 人民一定能夠安居樂業 這就是我們一直宣揚的 王道樂土 啊 出什麼事了 去看看 走 好 說什麼事了 報告隊長 如匡公逃跑了 被哨兵打死了 好了七哥 好了四哥還有兩個 派人追了吧 已經派人追了 報告隊長 他們兩個抓過來了 帶過來 過來 快點 你们饶命啊 你也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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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给我 男人都给我挺好了 这就是你们逃跑的下场 小天群 好了好了 大家都不要看了 只要你们不逃跑 我们大日本皇军 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带他们去检查身体吧 走了走了 检查去 走 快走 走 走 雨晨 小天君 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中国恐怖 杀了他们有什么好处 我不杀他他们就跑 你也看见了 逃跑的毕竟是少数 我跟你说过 不要严防看管 更不应该杀他们 你这样做 不仅矿工们不会信任我们 今后我们再在镇上招募老公 就更加困难了 我不怕困难 但如果不听我的招募 我就杀了他 分店 《你懂了》 母音乐 几滴声带不走的背影还留在黎明身后 白月光找不到的鬼路长 唱的没有尽头 青春远近的转转 生命浇灌了希望 没有硝烟的战火中 年华更少的滚烫 在黑暗中迎接生活 编曲 李宗盛 分清也说不清的离别 怀恋的不会落灭 无痛说忘不了的歌声 就 酒还唱着永远 誓言几天的心愿 若雪花做了寻找 雪花拥抱的墓碑上 鲜花为爱人绽放 在梦广里隔世向往 为了能认真天替代我 更亲密的拥抱你 就这样把我永远留在 留在深深的寒冬里 生命之天的信仰 别雪花做了寻找 雪花拥抱的墓碑上 鲜花为爱人绽放 在梦广里隔世向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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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